大家好 《三字经》的第一句就是 人之初 信本善 信善论是孟子的一个重要的观点 但有许多人不同意 孟子有一个学生叫道子 他就认为人性是可善可恶的 而且人性和道德是有矛盾的 我认为道子的人性观 比孟子的信本善的观点要更准确 孟子这本书的第六篇篇名就叫道子 一开始就是道子对信的人性的描述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原文 道子曰 信由其流也 义由悲圈也 以人性为人义 由以其流为悲圈 那么高子就是说 人性就好像是其流 其流是一种树 很可能就是现在的枫阳树 是一种桥木 我们说很大 是树木 那么意义呢 那就是人意呢 又悲圈 悲圈呢就是酒杯 就是用这个木头啊 加工成这个酒杯 器皿 道子意思就是说呢 人性呢 它是本来的人性呢 它是无善无恶 或者说可善可恶 就是我们不好去说这个 我们本来的人性呢 是善是恶的 因为善恶是一个标准 是人为去定的 但是我们要让自己的人性呢 去适合这个善恶的标准 去符合道子的标准 那么就要对人性呢 进行修正 进行加工 甚至也可以说呢 对人性呢 进行一种破坏 遏制 应该说 道子的观点呢 比孟子的要准确 孟子的观点呢 就是说人性呢 本来的人性呢 是善的 那么 人性呢 如果我们要去 符合这个道德的话 符合这个人意的话 我们从立心来说呢 我们是愿意的 其实呢 并不总是这样 我们说人有很多的欲望 人本来的人性呢 人就有欲望 有这个生命就有欲望 他本来这些欲望呢 就从告知说的这样 可善可恶 我们就说 人性的最主要的两个组成部分 食和色 这个食呢 我们说它可以说是一种善 就是 人本来有这个对食物的需求 人会饥饿 饥饿呢 就想吃饭 这是一种好事 就是人如果不感到饥饿的话 大家就这样饿死了 都没有感觉的话 那人就不吃饭了 这是一种人性 我们饿了就会就寻找食物 这样我们的生命呢 就会沉续下来 这是一种善 但其中也有饿的成分 不好的成分 就可能 因为人的这个欲望 它不一定总是对自己好的 人饿的时候 我们所摄入的食物 并不是 总是我们需要的 总是我们需要的那个量 人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这个发胖呢 这也是一种人性 因为人性呢 我们的本能呢 就是要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呢 这也是有好处也有坏处 为什么我们想多吃呢 因为多吃了以后 万一碰到这个 比如说在原始社会 大家尽量吃不饱 有吃的时候多吃一点 那没有吃的时候呢 就可以呢 活下来 这种情况呢 随着这个环境的变化 就会变成我们的一种弱点 这可以说是人性的一种 可善可恶 而且善恶的标准 道德的标准 是在不断地演变的 我再从这个性的方面来说 我们现在人类社会 是以这个小家庭为主的 夫妻还有子女 人类的历史呢 有三十多万年 婚姻呢 出现呢 只是很短的时间 大概也就几千年 所以说这个道德是变化的 人性基本上是不变的 所以说孟子的这个性善论不对 道德呢 是个酒杯 道德呢 是个酒杯 数呢 我们说多少千年 多少万年 这个风阳数它都这样 这个酒杯呢 道德呢 是经常会改变的 比如说我们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流行这种酒杯 它不同的款式 以后流行那种酒杯 我们要把这个数目呢 做成这个酒杯呢 就要对人性呢 进行修正 我刚才说到这个性 这个婚姻就是道德 我们现在就认为了 人应该结婚对吗 婚姻家庭出轨呢 就不好 人呢要到这个18岁呢 甚至20岁才结婚 但是人性是不变的 人类绝大的历史上 人生小孩的年龄是很早的 性行为的年龄 就10多岁 12岁 13岁 14岁 那现在就是不道德了 为什么呢 那因为我们根据现在社会的需要 我们制定了这个法律 我们制定了这个道德标准 但是人性并没有变 所以人性呢 我们对自己的人性要不断的修正 这个修正过程中是有痛苦的 不是像孟子他说的这么乐观 人的本性就是善的 人呢做符合道德的事呢 人都是由忠心呢 乐意的 所以呢 这是性善论 是孟子学说中呢 一个重要的弱点 当然它是发扬人心中的一些善良的本质 这个是可取的 但是它的性善论呢 这个弱点 就是把人类社会 把人性呢 描述的过于的乐观呢 这方面呢 告知呢 是比他要高明的 但可惜呢 后世啊 都是把这个孟子啊 观点啊 他孟子有很多好的观点啊 但是在这个观点 性善论呢 很多人继承了它 包括朱熙 虽然大家也研究告知的言论 但是我们现在重新研究 我们说告知是对的 请不吝点赞 期终之后 到中国为了 优优独播放 作词 优独播放 任何用盒 行词